國民黨宣布第十二屆海峽論壇 國民黨代表團決定不以政黨行事參加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 我想大家都非常關心 國民黨是不是代表團會出席海峽論壇 那我想國民黨呢 之前是基於要為兩岸和平對話來開一扇窗 也為了促進民間的互惠交流 所以原本呢我們預定在九月八號宣布 就是由王金平院長代表國民黨的代表團的團長 出席十二屆的海峽論壇 但是因為近日央視頻的節目出現不當的求和說 已經讓交流的美意變掉 所以衡量目前兩岸的整體氣氛 其實不利雙方的交流對話 國民黨宣布 第十二屆海峽論壇 仍然會持續為兩岸交流對話來努力 而國民黨也要感謝兩岸相關單位還有個別人士 在此次交流活動所付出的努力 也祝福海峽論壇交流順利圓滿 以上是今天國民黨對於這個 第十二屆海峽論壇 我們原定由這個王金平前院長擔任這個團長出席 但是現在因為近日的這些風波 現在決定不以政黨形勢參加 中文字幕錄立至今後 還有三字海峽論壇 對方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